好 中国台北市大安区的一处巷弄内 日前发生的一起纠纷 一辆跑车的车主 他平常是把车停在附近的一个 地下机械式的停车场 不过疑似他平常在这边 等待要下去的这个时间太长了 发出的噪音引发了楼上住屋的不满 因此有住屋日前竟然是连续三个月 朝这辆跑车丢直了四次的水带 而这个车主虽然说他的车子是没有被砸到 但是他也是觉得说 住屋这样的行为相当的不妥 所以是向警方劳报案 而警方钓鱼正式之后 发现是住在这边的一个住户 一名成姓男子 代表是说这辆跑车 因为平常都在晚上十点过后才来停车 发出的这个噪音声响 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 因此才会朝楼下来丢直水带 不过我们又闻到一些车场的人员 他们又表示说 其实一般的跑车他们的声链 这个引擎声音是不会太大声的 除非是有经过改装的 但是不论是怎么样 从楼上丢直水带的这个行为 就是不对的 因此警方将他移送之后 是以设为法医送 法院是裁定罚他三千元 以上是我们这里找到的情况 先把时间交给朋友直播